那在這個時候 因為只剩下三四天的時間 民進黨又推出了這個 新的廣告片 這個廣告片是投票的力量 我們來看看 你感到有點疲勞 你不想表態 覺得麻煩 當你認為又不差你這一票的時候 他們回來了 才剛落幕的鬧劇會回來 一下說一樣爛 一下彈劾 一下又鬧翻 這種人說的 把國家還給你 真的會是你嗎 你不想要的會回來 你得為同樣的事情再次站上街頭 你不想要他們來的 都會來 有限的資源要被分食 虧為三十年 台股超車港股 努力創造的高點會消失 好不容易下台的人會回來 分散的政黨票 還會親手將他送上立法院長的位置 你曾經為信念站出來 曾經把手上的選票看得無比重要 是因為你相信 那是你捍衛國家的力量 這一刻 你比你所想的還要強大 唯有你做出選擇 台灣才能是我們的 好我們來看 這是民進黨最新的這個吹票的廣告 因為最後三天的時間了 如果投錯票 我們整個 哇 坐時光機回到過去 很多事情恐怕都要重來 蔡英文就說 這就像一個時光機 投對了就繼續往前走 投錯了就回到過去 柯文哲這時候看得很生氣 因為在路上 在路上有一千 超過一千萬次的這個瀏覽 柯文哲也很生氣 看到這一支柯文哲說 齁 民進黨去國不得 花一大堆錢拍片子 這個我要請永弘來分析一下 民進黨 你們都只會拍片 柯文哲自己的 他不但有片 他自己還有自己的專屬頻道 沒有在對不對 沒有在認真的去想治國之道 然後自己有一個這個專屬的頻道 然後整天在上面喊 雖然沒什麼流量 好像聽說流量比你還少是不是 誰 柯文哲 沒聽過這個人 我跟你講 我們昨天環台車少 我昨天晚上十二點統計 就十幾個小時 因為我們有好幾個平台出去 一百零四萬 一天喔 不到一天喔 不到一天 你們也是在路上 一百零四萬 對 你們也在路上 一百零四萬 這三天都會在路上 不是開玩笑 所以柯文哲 你到底有什麼好去嘴民進黨呢 就是說 因為在路上這一隻騙子 流量衝破一千萬之後 我跟你講他真的是嚇到 為什麼嚇到 有兩個狀況可以看出來 他嚇到什麼 第一個衝破一千萬 表示什麼呢 表示台灣才兩千萬人口 你衝破一千萬 第二個是 很多的二創 這幾天大家已經網路上 臉書太多了 大家都在玩二創的哏 有人要去接小英的 然後有人跑去現場去拍說 小英怎麼不見了 然後有人在說 我們也在車上了 尤其是要選立委的 現在每個都說 我們在車上了 然後很多人來 甚至有那個食品餐廳業者 就是說在路上 再去買什麼東西的路上 對 綠豆沙 就是說這哏很多 二創都表示什麼 年輕人跟文青都回來了 這個是柯文哲最害怕的 就是他一夕之間 他最自以為豪的 就是說他覺得這一次選舉裡面 三組候選人 不管是賴桑 還是這個好好做事情 就是他阿伯 柯阿伯 他覺得他青年人的 這個支持度最高 但是在路上出來之後 他發現完蛋了 全部跑回去了 所以他 他急嘛 他急 他焦慮焦躁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去批評這件事情 只好說 你民進黨就是會選舉 這表示什麼 他覺得這片很厲害 很有效 他不知道怎麼罵你 要不然你就罵影片本身 你可以說在路上 這個路上 車也開不好 什麼也不好 不會 他只能說 你這個只會拍片 只會選舉 他只能罵這個 因為這片拍得太好 而且重點是 在路上的寓意太深刻了 就是台灣在一條對的路上 而對的路上是因為蔡英文總統 他把這個韓東路 煌得很好 然後 現在要交棒給下一個 這預議太清楚 這幾年台灣走在正確的路上 所以 霍文哲急了 因為他沒有一個主軸 這是第一個 他就急了 他只能這樣批評 那你們台中盧秀燕 那這個我就要講了 這個真的是很好笑 沒有人在問說 現在誰關心說 選後隔魁是誰 你也幫幫忙 主動放了一個新聞 然後放一個新聞 其實這個是拉台盧秀燕 盧秀燕在整個這次的選舉過程 他跟全國 國民黨的這個執政縣市長 都不太一樣 怎樣不一樣呢 他都表現了一副說 第一個 我不贊過 我不談政治 我在議會 比如說民進黨議員 如果問他 他都說 我在議會 我只談市政 不談政治 但是如果國民黨的議員問他 他都侃侃而談 就第一個 這實在太好笑 第二個 所以我其實在議會不太問他這個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他一定說 議會我只談市政 但如果國民黨的議員問 他們就侃侃而談 然後第二個什麼呢 選舉選到這種最後關頭 這個通常很少人在這時候在講說 這個有沒有人在質詢隔魁的 第一個 你只有可能說我找一群人 做國政顧問團 或者做我的這個政策白皮書的顧問團 那大家會去猜說這些人裡面可能未來這個是 譬如說今天是要做行政院長的 今天是要做國防部長的 鄭浩要做交通部 或不應該算做交通部 因為在路上 你做NCC之類的 但是不會去講說 更不會有人去問說隔魁 說意思好像 盧秀恩講法我有點不懂 他說他不入閣是 侯友宜有問過你還是照相看 然後問過你 這我又很好奇 應該是有人問過 我覺得要講清楚 如果是有被問過 這真的要講清楚 那這侯友宜是頭部派 選舉都還沒有開票 甚至都還沒有投票 所以下一趴我會講 都還沒有投票 你就跑去問他說 你要做我的行政院長嗎 還是你欠票欠了這樣 四處是說 你這台東區漂亮 我就給你做什麼 應該是吧 就是說我先給你一個天堂 那許淑華怎麼辦 南投怎麼辦 這個彰化怎麼辦 其他執政縣市怎麼辦 中東景怎麼辦 中東景要做這個 警政署長 對 因為他 適合 非常適合 沒有他也可以做農委會 因為他擅長使用水果刀 所以 我就說 你怎麼可能這個時候去問這件事情 第一個 如果沒有 那你盧秀恩主動講是在幹嘛 當然因為盧秀恩比較特別 他就是要綁啦 然後就說換你的權力輔選 他這個 他這個 如果侯有問是要換輔選 但這個是不可能 有問盧秀恩如果不要 還自己主動講出來 那不是給大家笑嗎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我覺得好笑的是 好吧 你說他會不會去問好像也有一點那麼可能 什麼可能 因為他昨天他那天就宣誓了嘛 這個莫名其妙 對 你會看到一個 現在當初 你知道縣市首長就職也要宣誓的 嗯 對啊 侯友宜 你是不是才在新北市選完之後 你才宣誓說 於事已至成對不對 要服務遵守 課尊憲法 課尊法律 要服務你的市民 對 然後呢 你就請假了 而且最近網路上有一個很 有一個新的那個營 也不是新的 就以前影片被翻出來 就是侯友宜在講說 其實那時候他就在批評那個 那個韓國瑜 韓國瑜不是說 選完就跑去選總統對不對 對 他說 啊 選完就去選總統 怎麼對得起市民呢 你想想看 像去年新北市選完 我如果去選總統 一陣要怎麼樣 他那時候還選 韓國瑜 難怪韓粉不投你啦 問題就是這樣 你現在也是這樣 選完就去選總統 而且請假一百多天 最重要是 你還去宣誓啦 你忘記你去年同時間還在宣誓 你去宣誓幹嘛 我就覺得很好笑 這一組人就是 有一個未來如果讓他們選上 會有一個跪著進立法院的人 然後去接待外賓的立法院長 哇 絕妙組合啊 會有一個 還沒有選上就已經模擬宣誓自胎 跟那個慕容婦一樣 慕容婦旁邊是有一群小孩子圍著他 對對對 像不像 就發糖果 小朋友 一群笨笨的小孩子圍著他很開心 然後現在想說這個人瘋掉了 但是因為他有發給我們糖果 像不像 就很像 很像 對不對 還有一個說有他發給我糖果那個很大 因為那個是行政院長 就是一群莫名其妙的人 最後我再補一個最莫名其妙就是 他們這群都愧對 因為1月13號真的愧對蔣經國 因為1月13號是蔣經國的世事 我說真的國民黨這幾年 你們這些應該是國民黨的徒子徒孫 親共的親共 然後破壞台灣經濟 破壞台灣經濟 唱衰台灣 唱衰台灣 如果蔣經國再次有美國的眾院議長要來 我跟你講蔣經國會多開心 沒錯 然後你們是唱衰成這樣 不但如此 你們的夏立言還馬上就飛到北京去書城 沒錯 我要問蔣經國 地下有資 他看到你們這樣 他不會哭嗎 來 博位要短補充 簡單補充 盧秀燕這個人是心狠手辣 叫做陰險狡詐 不要被他濃厚的妝容給騙了 他在選總統的時候 宣誓選上不會當行政院長 就是在算賴清德而已 哪要想那麼多 他的意思就是我在當市長 我不會被徵召走 他其實就是在打賴 他整個都是政治員 盧秀燕是目前台灣政壇 政壇上面反差最大的 就是外表最慈祥 然後內心最邪惡的 韓國瑜 柯文哲 趙周康這些人 至少都壞在臉上 盧秀燕就是個鐵的天使 講天使都覺得對天使 慈祥的面貌 媽媽的表情 但是是後母的心腸 打賴清德 不是 議員 我要說你們民進黨 台中就這樣打 因為盧秀燕絕對不能讓大部分太久 過太爽意了 你看他在佩服 他在怎麼 這幾次 他講台中立委沒做事 這個是很陰險的事情 做立委的不會去講市長怎麼樣 做市長的 你之前韓國瑜 做韓國瑜沒有講過八個綠營的立委 講到他也沒有罵過台北市什麼 吳思瑤或是誰 哪有市長跑去罵立委的 這個完全莫名其妙 然後他罵的原因是什麼 錢沒有補助 為什麼沒有補助 你根本沒來講 他等於是自己送那個案子去中央 然後等到沒有 等到他規劃完那個預算之後 他說那個立委都沒有幫忙 看你有叫人家幫忙 誰知道你要幹嘛 哪一天你要去要 你們家廁所馬桶換金的 我沒幫忙也是我的問題 所以他都是用這種打假的 然後捷運站 你還記不記得盧秀燕選上的時候 跟嚴清標說我們都配合 把捷運站搬到嚴寬他們土地上面 叫他解釋不解釋 問他為什麼不蓋 他說中央卡地方 我跟你講未來幾年就是盧秀燕 未來幾年台灣會不會進步 就是看盧秀燕的民調會不會再往上走 會不會問頂總統大位 因為盧秀燕就是我看過 里外反差最大的人